他就是小三 他他小三在车里面坐 要不要去采访呀小三 你跟刚才说那个男的是什么关系啊 一起从地库出来的 早餐还在车上 他跟你姐妹是什么关系呢 他说是合作伙伴 但是真正是情侣关系 我今天就要看我 你抛心气子 你押小三 你买了一个五十几万的车 没有钱养孩子吗 我没养孩子吗 你养孩子吗 两年你给过什么钱 今天我养了两年你给过什么钱 两年之前我是你的合法气子 我们没有分居 你应该养我的 我不承认这问题 我没有 我闻闻这个情况 我闻闻声为什么呢 那我有闻声或者我有什么证据 直接如果说拿到证据 直接去法院起诉就完事 话说如果两口子走不下去了 就双方坐下来 好好的写一个离婚协议 不吵不闹好举好赞 这样对大家都好 但李女士这个事就比较恼火 自己现在想和丈夫离婚 但是丈夫一直不显身 而且还在外面花天酒地 李女士说 丈夫这几年一直在外有其他人 对孩子也是不管不问 而且也不愿意见自己 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她 我今天就是来刷小三的 你不要在这笑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来刷小三的 来走 对 来 来 来 这个就是的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你报道的 这个就是她 这就是本人 你今天来教师 我今天在这个小区丢了一个星期 我今天就来找她的 她自己 她载小三和这个 这个就是她的车 这个就是她的车 她就是小三 她小三在窗里边坐 要不然去采马牙小三 李女士说 她已经在这里蹲守了一个星期 发现丈夫还和这名女子关系非常亲密 两个人停车都是停到一起 但这名女子不愿面对镜头 而且也不愿多说什么 李女士见到丈夫之后非常气愤 毕竟丈夫这几年赚了钱之后 在外面过的花天酒地 现在要对自己和孩子是不管不问 李女士丈夫陈先生 见到妻子找上门 也不愿多说什么 就想离开现场 这位小三走干嘛呢 她为什么要走呢 我很无语 你很无语 对不对 那你很无语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很无语 从该公司到买车 你还让我抛清妻子 然后我再给你补五二块钱 孩子就把钱收养费都不出 抛清妻子的人就是你 有没有学孩子就把钱收养费不出 但今天李女士就要求丈夫 把话说清楚 两个人离婚就签协议离婚 不能这样一直躲下去 李女士说 丈夫说的话也让她非常伤心 不光不给抚养费 还要求离婚之后 她要补给丈夫五万块钱 在李女士看来 丈夫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现在还买得起豪车 可是就没有钱来养孩子 根本不配当一个父亲 哎 这是你的车是不是 文件上哪走呀 你管我刚好 我管你 我是你老婆 来结婚证要不要亮出来 对呀 是我老婆的 对 你为什么走 我跟你说我老公我有错吗 没错 那不就行了吗 那你跟我走呗 前天晚上凌晨我报过警了 可以有出警记录的 我今天有没有蹲在这里都知道 我昨天晚上凌晨两点我报的警 我今天走 我走沙海拍车拍了十个小时 我今天就来找她了 李女士说 丈夫就是在外有了其他女人 背叛了婚姻 背叛了家庭 而且自己手里有证据 丈夫和其他女人不仅闻了情侣纹身 而且还有一些更肉麻的事 还没有离完啊 还没有离完 那你为什么要抛弃妻子呢 杨小三呢 我啥时候 你就拿出证据来嘛 拿出证据是有的 来来来 所有的证据 来 我们一起看 来来 把她提供给来 来看 坐好呀 我今天就撸你的腿 来 乔里有人生 这个乔里有人生 我挺脚没有 你这谁 你这谁啊 来 看一下 我跟我去打来 来 你乔里有人生 然后的话 两个人共同在小区养了狗 然后还有 她有小三 她有小三 不光她家里面人知道 她怕她骂都知道 把她面在小三公司上班 她这个是 来 你把她转回来 来 这个是她公司和小三一起开公司 公司的地址 这个是她给我签的协议 抛弃妻子 然后一毛钱还要费她的补院出 我在补她五万块钱的协议书 她挑战的几十多 上面有说过夜多少钱 过夜三千 不过夜四千 不过夜四千 来 这个是记录 这些都是证据 然后他们两个岳府停车 一个是特斯拉 一个是宝马五系 停在小区岳府楼下的 岳府有规定 不是岳府 听到李女士的指责 李女士的丈夫也没什么话说 只是让李女士去法院起诉 对于李女士提出来 自己在外面有其他的人 李女士丈夫也是坚决否认 但是却不愿意多说 对于文身的事 记者也向陈先生的合作伙伴求证 但是这名女子拒绝承认有情侣文身 你怎么看 我不承认这问题 我没有 那文身这个情况 我文身为什么呢 那我有文身 或者我有什么证据 直接如果说拿到证据 直接去法院起诉就完事 他刚才说的这个文身 你有没有 拒绝回答 我们已经盯了好几年 他们一直就在这个地方住 两个车 地下车位都是停在一起的 他刚说的这个 你不能看我 我不知道 你的身上有那个 文身很多 你看我文身很多 脚上的文身能看吗 现场围观群众 也是看清楚了事情 对于李女士 丈夫行为非常愤怒 就是充足的话 就让他住监狱 孩子女房自己养着 要拿孩子知道 他爸啥也都让孩子 该怎么送 这不是现在有证据 小三也得判吗 这样有证据 现在法律上小三不也得住吗 现在这小三对这社会影响太差了 太影响社会放弃了 小三 小三对我说是 当我陈仙的日子 他夹这个一家人 李女士所说的 在和丈夫离婚之后 还要给丈夫五万块钱 陈先生说 他并不是想要五万块钱 而是想要回 曾经给他买车的钱 陈先生说 当时离婚时 他想要孩子 但是李女士把孩让给他抚养 谁生完孩子 谁离婚可能会选择 不要这个孩子 那我自己有能力 我自己可以把我孩子养得很好 我今天要 为什么要把孩子 给他这种三观不正的量 你要养孩子 然后呢 你们的财产怎么分割 财产的话 那今天到到这一步 那就分割啊 共同分割啊 有车有罚路 什么都不怕 我当时给过他机会 我不要车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孩子 他自己给我改的协议 这个五万块钱是什么呢 他不是要车吗 在2019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给他买了一辆奔驰C260 当时首付是13万多吧 我掏了七万 他掏了五万 完了以后 那我说 那我把买车的钱 就是说首付的钱 我掏了七万 那你把五万给我 剩下两万我不要了 因为我看到你们两份的 离婚协议 第一份 其实他能接口 对吧 第二份就是 你给他多要了五万块钱 所以说他感觉很生气 他就说 你又不养孩子 孩子我带 你再给我要五万块钱 我说我养他不改 我觉得我作为孩子的父亲 我说两个我都可以养 或者说 要么面临离婚童的时候 我觉得是 夫妻夫妻在一起叫夫妻 分开以后 说再打着孩子的幌子 再去说 怎么我觉得不现实 因为我们还是年轻 我们要考虑很多的现实问题 那以后 他不结婚吗 还是我不结婚 我肯定会考虑我以后的生活 对于陈先生的这些解释 李女士也看不下去了 这时候县律师也说 在婚姻程序期间 无论谁名下的财产 都应当是一人一半 我再给你讲一下 现在你们还是夫妻 还是受法律保护的 对吧 法律规定 只要是在婚姻存信期间 你们双方共同 或者单方购置的车辆 房屋 以及其他的这些财产性的权益 约定一半 对 只要是没有相反的约定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也知道 你刚才也说了 分割的时候一人一半 所以说你不能说 你这个车是不是在你名下 现在 是的 我名下 对 那可能在分的时候 不止那个C C260还有这辆了 对吧 另外 如果人家委托律师去法院 开调查令再查其他的 你名下有财产 那都是要分的 开调法 对 同样都他名下的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你要理解 现在说我的印度 他名下的所有都很美 我名下的所有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在法律面前 另外这个怎么去判决的时候 都是一人一半 另外呢 不管孩子给谁抚养 对吧 这个抚养费 我们作为 我没说不给 对 父母的都是要有法定的抚养 义务的 对吧 都要给抚养费的 这个我要跟你说清楚 而说到孩子抚养费问题 李女士的亲属表示不认同 现在每个月 三千抚养费根本不算多 养孩子的成本也非常高 现在孩子每个月 吃三千多吗 两个孩子三千吗 还是一个孩子 你是谁 我是谁 你是谁 你可以说 我就是个陌生人 我都可以说 现在孩子每个月 三千块钱多吗 一个孩子上学 吃饭 对吧 身边 这不要买衣服 不要钱吗 三千块钱多吗 一个孩子 你整天就不要 孩子一回事 改变人 都是败胀 想不开 一个男人要有胆养 不能夸钱 花给小三 要花给自己家 自己的孩子 不能夸给小三 这是男人的胆党 他不然法律到的 精神出户应该是吧 这样所有的证据就告他 让他精神出户 他竟然一乱弄 弄得在我 要叫三 李女士的亲属说 陈先生从2018年开始 就在外面有其他女人 而且这几年 陈先生根本就没关心过孩子 也没有给过孩子抚养费 他从19年18年 他们婚姻存续期间 基本上每年都有出轨的证据 我再说一句话 你要说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两个孩子到我家两年了 我亲弟 两年了 他没去看过一次 两年了 一分钱没出 除了生病 有一次生病的时候 打了一点钱过来 然后其他 孩子的不到班 学费 幼儿园费用 日常生财质 都是我们自己在承担 但律师还是建议 两个人还是最好协议离婚 如果通过法院离婚的话 时间成本会非常的高 对于丈夫的所作所为 离婚时非常的愤怒 他希望把丈夫的行为曝光 让丈夫生意伙伴 也看看丈夫的人品 希望这些人 不要和他丈夫合作 我走了 没有必要要聊的 我觉得一个人今天做生意 你的人品是非常重要的 你连人品 人都做不好 你觉得你的事能做好吗 是做不好的 为什么今天会选择 你们来给我们曝光这些事情 就是我要呼吁 给他合作的 所有的合作伙伴 你首先要见证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咱们才去做这个事情 他这种事情做出来的话 有了咱们道德底线的问题 是他人品的问题 我今天曝光他 要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是 我今天做的事